什么情况下是伤官培印?伤官培印怎么看出来的?伤官培印大富大贵格局,伤官培印怎么看出来的?什么情况下是伤官培印?伤官培印是什么意思?这里由中国医学老师谢永来给朋友们租个简单阐述。 伤官培印四处八字命理中的术语,当命格里面深入伤官泄气为凶神时,就需一眼来克制伤官,如果此时有合理的印心出现,克制伤官,则伤官培印成功。 谢永老师整理,并祝各位身体健康家运兴隆,财运事业风生水起,隐形在生活中主做事稳定,且隐形在八字中是帮助日主的实神,而伤官却是好谢日主的实神,两者结合能帮助平衡日主的缺失,且伤官之人在生活中有才,但性格不够稳定,刚好应能弥补这一步足,而那命主在生活中有奉献精神, 且能将自己的才华有更好的发挥于底,此时的用印就不论偏正,用正印用印手,无印手用偏印,用正印则可往文件求生路,用偏印则可走,一路谋生,他与其杀用印划杀之格差不多,全看印心的力量,而定即修与服录之层次,一有力能胜任志化则服录高,一无力则服录低,逢财远破焰不利,弱大远走印心死绝之地。 则大减贵气,财心坏印而无救护时,或发血种,或弱隐性太多,伤心无才,极为破格,主人穷困不受。 下面谢永老师提供一个案例,和大家一起来分析参考,商议日杀,物甲丁贵,陈子A帽,前葬,大运走势,大运,一手饼银丁帽五成几字跟五,年龄,六周岁,十六周岁,二十六周岁,三十六周岁,四十六周岁,五十六周岁, 公元,一九九五年,二零零五年,二零一五年,二零二五年,二零三五年,二零四五年,谢永老师五行分析,日主丁火,作为威胁器,纵观整个命格,也就仅仅是未土里面有一个语气丁火为根。 所以说火若,一心夹木,作之为紫水得伤,在年之城和日之位土里面有余气根,在时之有一个满目主气根,地之全部都有木的力量,和明显木旺,山观悟土,悟土自作成干之一气,再加上日之位的本气根之中,山观也偏旺,沙星鬼水,在年之城和月之字中,分别有余气根和本气根,沙星偏弱, 无疑,日主丁火虽然弱,但是有强大的被映星假目相生,由此而往,命格山观也往,但又由映星来牵制他,从而又补充了日主之弱,命主可以说是望中有谢,弱中有生,命于生谢有情,身若火若山观泄气过多,映星克制山观而生日主,所以说有利于学习方面,山观配音搭配合理, 命主是个十分聪明,头脑灵活,才华横迹的人,以丑大运,假生年,天干有萤幕出现,萤幕偏硬,抵制丑土,丑土刻和自水,与微土相冲,激荡土气,很明显是土旺泄身的大运, 幸好天干有一个萤幕相符,保持五行平衡,假生年,身若精为继续,与命格组合成生自成水局,水胜木,而命格天干夹萤幕都透出,木王完全能够饮化水气,然后转而生火,此年不但杀印相生,印印划杀,印刑还尖刻上官,印心一举多德,肯定会有文化领域,领域方面的成就, 实际命主此年在赵高中,成绩名列全是榜首,出路锋芒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